他是世界计算机领域的极顶尖科学家 是唯一获得图灵奖的华人学者 他不仅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授 还有两国五院时的殊荣 明明在美国已经是功名成就了 只留下一句 我要回中国了 永远的 就毅然放弃了千万年薪豪华别墅 还有美国国籍 回到祖国扎根清华培养人才 他却是姚旗帜 就像是一面旗帜一样 不仅是自己回来了 还带来了一波科学家的归国热 他们回国的理由也非常简单 姚旗帜都回来了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回来呢 姚旗帜是怎么样成为世界顶级科学家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回国之后他又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但其简人五 带您一起认识这一位世界计算机的顶尖大牛 爱国科学家姚旗帜 视频制作不易 欢迎点赞关注转发 众所周知 美国在打压中国这件事情上 一直是不遗余力的 特别是在科研领域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美国在很多领域上都遥遥领先 而中国只是在起步阶段 顶尖人才就成为了大国博弈的关键 很多爱国科学家都选择了赴美留学 留在了美国发展 成为了科研顶尖人物之后 再将先进的科研成果带回祖国 计算机界的顶尖科学家姚旗帜 就是其中之一 听到姚旗帜的名字 相信很多人还是会感到陌生 如果你知道他在清华做出的贡献 就会对他肃然其境的 说到中国顶尖高校清华大学 都会想到两个享誉世界的计算机牛班 一个叫姚班 而另一个叫做智班 姚班的毕业生们到底有多牛呢 他们开发了人脸识别技术 识别率远超美国的Facebook 不仅如此 还开发了天眼系统 为我国成为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姚班出来的学霸都能做出这样突出的贡献 很多人都会好奇 能够将这些天之骄子培养成才的老师 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清华的这两个超级学霸班 都有同一个幕后推手 那就是爱国科学家姚旗志 1966年姚旗志出生在上海 当时的上海和如今不同 他从小就跟着父母颠沛琉璃 后来一家人来到了台湾定居 在姚旗志出生之前 中国的一位物理学家已经拿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家享誉世界 这个人就是杨振宁 姚旗志从小就表现出超高的智商 在得知杨振宁的成就之后 更是将他设为了偶像 努力读书想要跟偶像并肩 这让原本就聪明的姚旗志更有读书的动力了 而且更加刻苦 学霸的地位也是无可撼动的 课外事后 姚旗志总是兴致勃勃的学一些物理相关的知识 在那个年代 电脑刚刚兴起 第一次接触到电脑的姚旗志 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而且展现出的天赋 让老师和同学们感到了震惊 毫无悬念地成为了学校的风云人物 受到偶像杨振宁的影响 姚旗志在选大学专业时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物理专业 在台湾大学读完了本科之后 求知若渴的姚旗志 又前往了美国继续深造 而且考上了顶尖高校哈佛大学 天赋异禀的姚旗志在哈佛学习物理期间 幸运地遇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格拉肖 而且刚好是他的导师 本来就是智商超群 又有名师指导 姚旗志顺利地完成了博士学位 你可能阿辉不理解 姚旗志在物理学上都学到了博士 怎么又跑去研究计算机 那不是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吗 事实上 当姚旗志拿到了物理学博士学位之后 发觉自己在计算机上更有天赋 受到当时大环境的影响 决心投身到计算机领域当中 跨专业对很多人来说 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但是对于超级学霸 姚旗志来说确实很容易 他转身就到了伊利诺大学 攻读了计算机博士学位 1976年拥有双博士学位的姚旗志 因为表现突出 一毕业就进入到了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 担任助教 仅用了10年时间就成为了教授 如果不是姚旗志及时转学计算机 可能世界上就少了一个获得图领奖的华人 中国的计算机发展 也没有办法站在金字塔的顶尖 1993年 姚旗志提出了量子通信复杂性原理 可以说量子计算机领域的开山祖师 姚旗志在计算机领域如鱼得水 很快就站稳脚跟 而且声望也随着水涨成高 1998年 姚旗志就因为在计算机方面的突出贡献 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获得了图领奖 成为了享誉世界的计算机科学家 随着姚旗志在计算机领域的不断突破 财富容易分支他来 很多人都被功成名就给重温的头脑 但是越站在顶峰 姚旗志就越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他热爱科研 但也更热爱自己的祖国 为国家培养人才 成为了他新的人生目标 只是姚旗志还缺少一个机会 一个可以名正言顺的报销祖国的机会 姚旗志自己也没有想到 自己回国的机会 竟然是偶像杨正宁给的 在杨正宁的推荐桌下 姚旗志收到了来自清华大学的邀请 终于有了一个回国的理由 在2004年的时候 57岁的姚旗志作为教授 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上了最后一堂课 在课程的最后 他停下手中的笔 面带微笑地告诉他的学生 这是我的最后一堂课 我要回家了 永远的 我的家在中国 那一刻姚旗志内心无比的自豪 自己出生在上海 生在台湾 又在美国生活多年 如今这个游子终于要回到祖国的怀抱了 同年 姚旗志来到了清华 创建了姚班 他要为祖国培养计算机的顶尖人才 还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没错 是外籍的 当时的姚旗志还是美国国籍 为了回国 姚旗志放弃了豪华别墅 放弃了千万高新 放弃了世界顶尖大学教授的荣誉 毅然决然的 回到了祖国 在2016年的时候 姚旗志放弃了跟美国的最后一点牵扯 就是自己的美国国籍 71岁的姚旗志 终于彻彻底底地回到了中国 对于放弃的那些优渥生活 姚旗志毫不在意 他只说了一句 中国是我的祖国 我有很深的感情 希望能为祖国尽一点绵薄之力 姚旗志的回国 对于学术界的影响重大 作为世界计算机领域的大牛 姚旗志的影响力要比你想象的更多 那看到他回国效力 很多在国外发展的爱国科学家 也纷纷行动起来 他们的理由更简单了 姚旗志都回来了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回国啊 物理顶尖科学家段露铭 刘美15年 放弃了美国名牌大学中山教授 毅然回国致力于国内人才的培养 生命科学领域三剑客 帅客林安宁 鲍惠明三人辞去美国的中山教授 抱团回国 很多科研领域的精英 都纷纷放弃自己在国外的优厚待遇 在姚旗志的影响之下 回到了祖国 为祖国的科研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全身心地投入到 对中国科研人才的培养当中 因为这些科学家深知 只有祖国在科研领域更加强大 才能在世界上站稳脚跟 他们以自己独有的一种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全权爱国心 姚旗志就像是一面旗帜一样 用自己的言行 点燃这些科学家的爱国心 正是因为这些科学家的回国效力 我国的科研发展才会蒸蒸日上 从痛心疾首的人才流失 到如今不断吸引国外的科学家 到中国来发展 坚信祖国的未来会更加繁荣昌盛 姚旗志的爱国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姚班智班很多顶尖人才 毕业之后选择留美发展 很多人都质疑姚旗志是在为美国培养人才 你觉得姚旗志是爱国科学家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关注解人物 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故事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期待下期与您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